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我們在上一期的節目做了一個專題 介紹了7月15日大小谷聽證會的情況 相當震撼 不過 觀看的人數卻不理想 我們查看了後台的數據 在節目發表後的5小時 點擊率高達21% 也就是說 100人中 有21人看到了我們的節目封面後 就點擊觀看了 其實這是一個相當高的點擊率 但油管卻沒有怎麼推薦 推廣量只有我們平時節目的五分之一 從這其中 我們就可以看出 這個聽證會的震懾力有多大 當然 不止於此 7月16日星期五 白宮還發表了一個聲明 要求社交媒體管制傳播疫苗的不實消息 不過 明眼人一看都知道 事情沒這麼簡單 這個我們放在最後來說 我們今天的節目將從川普總統 對聽證會的聲明說起 之後 我們將曝光司法部的一段黑幕 他們為什麼要壓制對亨特·拜登案的調查 在這裡 我們也請大家幫幫忙 看到我們節目的觀眾 如果可能的話 請幫助轉發那個節目 把真相傳播出去 謝謝大家 大家都知道 大峽谷的聽證會 是亞利桑那州參議院主席范恩 針對聯邦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人馬洛尼的威脅性 而做出的強有力回擊 首席審計師、網絡忍者CEO勞根 和數字安全公司Cypher的創始人科頓 在現場出示了大量實錘證據 已經讓攻擊他們的民主黨人啞口無言 在將近2小時的聽證會結束後 川普總統就在電報群發表了一個聲明 並通過電子郵件向支持者說 亞利桑那州參議院關於馬里科帕縣的聽證會 對激進左翼民主黨和拜登政府來說 是一個毀滅性的消息 雖然會上出示的證據還是初步的 最終的報告可能會在8月份公布 但其實已經是相當的觸目驚心了 川普在聲明中強調了三個關鍵的證據 一個是7.4萬張郵寄票被計算在內 但沒有明確的發送記錄 二是1.8萬人在投票後 從選民的名冊中被刪除了 三是馬線的系統極其不安全 遭到破壞或黑客的攻擊 對此 川普還追問到是誰發起的攻擊 大峽谷共和黨主席凱利·沃德 也在推特上重申了川普提到的關鍵證據 他說 調查是必要的 我們需要知道這些問題是真實的問題 還是只是筆悟 在聲明中 川普還提到了紙張、記號和打印機等問題 這些我們在上次節目中都做了詳細介紹 就不再重複了 川普說 拜登沒有勝利 在任何其他搖擺中也沒有勝利 針對馬里科帕縣 至今也沒有提供完整審查所需要的眾多材料 包括路由器、托管鏈和郵件圖像 川普追問道 為什麼委員們不想調查這次腐敗? 他們想要隱瞞什麼? 最後 川普引用了州參議員 溫迪·羅傑斯的一條推文說 今天的聽證會意味著我們必須取消認證 無論如何參議院愛國者正在推進 最終結果將在不久的將來公佈 但是 根據今天的聽證會 為什麼還要等待? 確實 羅傑斯提出的想法是史無前例的 不過 大峽谷的初步結果 足以讓其他州重新思考去年的問題 我們在以前的節目中也說過 相比喬治亞州、賓夕法尼亞州、密西根州、 維斯康辛州 大峽谷的問題和影響力 其實相對來說是最小的 如果大峽谷的情況公佈於世 那麼 一個更大的問題將擺在所有人的面前 去年的問題究竟有多大? 如果結果被反轉 人們應該怎麼辦? 此後 羅傑斯在另一條推文中呼籲 把拜登的選民召回亞利桑那 並宣布 必須重選 川普總統雖然沒有直接響應 羅傑斯的這個呼籲 但川普一直公開說 要有一個完整的審查結果 可以預見 在未來 將會有更多州會響應川普的呼籲 下面 我們再來說一下 亨特·拜登的案件是如何被司法部擱置的內幕 7月16日 根據Politico的報導 去年對亨特·拜登的眾多骯髒交易之一的調查 被司法部擱置到了11月3日之後 在去年大選之前 亨特的醜聞就已經被曝光了 但是一直沒有看到司法部的行動 大左媒和科技公司也都在幫著消音 一直到選後的一個月 去年12月9日 湯浩首先披露了亨特被調查的消息 報導引述了拜登的過渡團隊的消息說 亨特·拜登正在接受聯邦調查 原因是有關於他的稅收和未報告收入的問題 亨特也在隨後的一份聲明中解釋說 我昨天第一次了解到 特拉華州的美國檢察官辦公室 昨天通知我的法律部門 他們正在調查我的稅務情況 而內部消息稱 在拜登和川普競選高峰期的前幾個月 亨特的事情就已經被司法部掌握了 Politico報導說 早在去年夏天 特拉華州的檢察官辦公室 就已經收集到了足夠的證據 並達到了調查人員可以發出大陪審團傳票 並尋求搜查令的程度 但是 司法部官員建議特拉華州的美國檢察官 戴維·韋斯在大選期間 不要採取任何行動 來避免公眾對這個案子的關注 韋斯是川普任命的美國檢察官 對於他來說 其實當時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根據司法程序 不考慮政治因素 正常啟動對亨特的調查 另一個則是出於對政治的考量 推遲對亨特的公開法律行動 最後 韋斯決定選擇了後者 根據參與討論的人士說 當韋斯接受關於推進調查的爭論時 對影響總統選舉的擔憂顯得尤為突出 不論他做了什麼 這個決定肯定是會受到政治化跡象的審查 韋斯的選擇無疑是幫助了拜登度過了最難熬的幾個月 報導說 韋斯的做法可能在2020年的某些州 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隨後 在拜登就職後 韋斯被留任 成為少數幾個被川普任命 卻沒有被要求辭職的幾名美國檢察官之一 目前 韋斯仍負責亨特的案子 紅州網站7月16日對此評論說 司法部處理亨特·拜登案子的爆料令人側目 特拉華州的美國檢察官暫停了調查 很明顯是為了確保喬·拜登不會受到傷害 報導說 宣布對亨特的稅收進行調查 不會是最令人津津有味的公開醜聞 儘管他在布里斯馬的工作期間 沒有報告數十萬美元的收入 這是一個美味的醜聞三明治 媒體就像他們在選前處理幾乎 所有和亨特有關的其他故事一樣 基本上會忽視這一進展 報導說 自由派媒體多年來 一直都在抨擊俄羅斯干預大選的虛幻影響 結果 他們自己卻干預了2020年 想比較 共和黨眾議員川普的支持者馬特·蓋茨 他的遭遇就沒有那麼幸運 在過去的半年中 儘管蓋茨聲明 對他性醜聞的指控是子虛烏有 也有大量證據表明指控不實 但 司法部對蓋茨的調查依然窮追不捨 而更蹊蹺的是 司法部的信息 就好像總會傳到左媒《紐約時報》 或《華盛頓郵報》那裡去 左媒藉機是大肆炒作 紅州評論說 司法部成為了 亨特·拜登信息安全的諾克斯堡 諾克斯堡位於美國肯塔基州 是世界上安全級別最高的地方之一 它的安全保衛程度超出人們的想像 據說 美國幾乎所有的黃金都存放在那裡 評論還說 人們已經厭倦了腐敗 他們不關心司法部的規章制度 或者他們所隱瞞的其他技術 他們關心的是 司法部繼續以一種 相當公然的政治方式運作 即使在共和黨總統的領導下 野心家們也是如此根深蒂固 以至於它沒有停止 最後 我們再回頭來說一下白宮的聲明 星期五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說 那些因為傳播錯誤信息 而被從一個社交媒體平台移除的人 應該面臨著同樣的後果 普薩基的意思是 如果你被一個社交媒體認為 因為傳遞了誤導性的信息而被禁止了 那麼其他的社交媒體也應該同樣禁止你 他在聲明中還專門提到了臉書和具體的事例 說白宮希望臉書審查 聲稱接種疫苗導致不遇的帖子 其實 拜登政府不是第一次提到要求社交媒體 對信息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 早在今年2月下旬 一位白宮高級官員就表示 將打擊有關疫情假消息在臉書、推特和谷歌等 社交媒體上流傳 而大峽谷聽證會的第二天 普薩基再一次提出限制疫情假消息 從時間上來說 恐怕不只是巧合 因為他們目前最擔心的、最怕民眾知道的 不是疫情 而是去年那件事的真相 我們從最近的一段時間 節目被黃標、推廣、被限制 就已經感受到了拜登政府的恐懼 他們的進一步管制已在行動 不過 儘管如此 我們依然會繼續傳播真相 事在這裡 不僅想起了汪國珍熱愛生命中的一句話 既然選擇了遠方 便只顧風雨兼臣 好了 我們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